大家在足利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西方是星期四12月26号,东方已经进入了星期五12月27号,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我们真的要回家了,今天意向没有看得很多,其中有一个意向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连续看到字这样出来出来,而且是比较简单,所以会记得。 然后今天呢,很特别也是因为整天圣灵没有什么歧视,然后就感觉到圣灵很悲伤,很悲哀,很伤心,那我刚刚还不到半个小时之前,我就问圣灵了,然后真的知道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他讲世人实在是败坏了, 好,所以,然后今天的灵命之良,谢谢弟弟华强先来的灵命之良,也是关于圣灵的,谢谢弟弟华强,也谢谢凯文每天uplog在YouTube里面,所以我们呢,要记得,我们要永远走真一路,我们要永远的感恩,我们要感恩我们的上帝,上位一体的上帝天父天子圣灵, 不要辜负了上帝的心意,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有多高多长多宽多阔的,那我们没有主耶稣,我们根本今天谈不解什么生命了,没有主耶稣,生命就是空虚的一场, 在世间几年,几十年,是这样完蛋了,不只是完蛋,还要下地狱呢,所以呢,真的很感激,上帝对我们世人的爱,大爱,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救恩的机会, 而且呢,来悔改,在主的面前悔改,来追求我们真实的上帝,真实的靠着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我刚才看到了狼色的光,这样flash一下,还有一个要记得大家,要永远感恩,永远走这一路,永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而且要永远的爱神爱人, 想到上帝呢,非常的开心,有时候也很伤心,为什么呢,我们实在做的太,太是上帝灰心了,OK,是太败坏了,但是呢,我们呢,要继续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我最后跟圣灵讲说,也谢谢给我们机会,要备题,备题呢,就给世人一个机会来悔改,对不对, 使他们知道真的有这位真神,他们要做个决定,虽然,是我现在在讲,现在开始讲,就是说虽然有审判,但是大家都知道,神已经跟我们讲很多次了,审判带来悔改,悔改,就有救恩了,好,大家继续努力, 那我先读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不要让上帝的圣灵忧愁,当忧,也就是不要使圣灵伤心,好不好,那就是在以赴所书第四章三十节,那三十节,不要让上帝的圣灵 当忧,当忧,当忧也可以说是伤心,你们已经盖上了圣灵的印记,将来必蒙救赎啊,救恩救赎啊,三十一节,要从你们当中除去一切的苦毒,OK,这些不好的,这些仇恨啊,这些心毒啊,什么什么,这些都要除去了, 要除去,脑恨,OK,脑恨就想着,恨那个人一直在想,这些都不可以,怒气,OK,生气,很快的生气,对人就很难去原谅这些都要除去,争吵,OK,灭坊和邪恶,这些都不可以,大家,所以我们每一天,为什么,神要,我们要讲,人要走正义路啊, 三十二节,总要与恩池,怜悯的心,彼此相待,怜悯就是原谅人家,就像上帝原谅我们一样,我们要对人家有恩池,就像上帝对我们有恩池这样,而且彼此相待,要互相饶恕,OK,互相饶恕,不要一直,认为别人不好啊,还是说, 我不能觉得很难去,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高过一切了,已经高过一切了,就算人家几万个人都来怎样落,我们还生存,今天我们要回家了,远远享福啊,知子顺顺得福, 这是不是世人能够给的,是只有上帝他能够给的,所以呢,这边讲说,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感谢大美女,那我还没有分享之前,那我们继续读灵命之良, 现在读灵命之良,就是以福所书,以福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十七就是胜利了,就是说加纳是给人智慧和歧视的灵,就是胜利了,给人智慧,引导人好像引导,我们这些走了,最少两年多,这一大群人,从中国,马来西亚跟加拿大, 然后说赏赏给你们,上帝就加拿,给人智慧以歧视的灵,就圣灵赏赏给大家,给我们,赏给我们,好,赏给你们,就赏给我们,好,圣灵的事是非常真实的,一点不能虚假和装饰的,属灵,不是圣灵,是属灵,对不起,属灵的观景如何,在神面前是, 是路散开的,在人面前也不能够隐瞒的,人会发觉到,尤其是所结出来的果汁,可以证明出来,将来有一天,在基督的台前,宝座前,更要完全的显露了,不过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够挽回了,只有羞愧而已了,属灵情况如何,自己是知道的, 因为有神的话,指明,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印证,印证,接下来什么,什么故意,看不到, 如果是那些人是故意的,或者是取杰了,硬恨放弃神的话,那人才会做这样的,不属灵的事了,不然是非常清楚,要不然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基督徒非常清楚,什么是属灵的情况,什么是属灵的基督徒,我会接下去, 我们对神对人对一切的事情,究竟是对不对,圣经都有明白的教训和列证,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何况心中更有圣灵的感动,良心的责备,律法的结束,真理的见证,那能够不知道呢? 然而自私情欲,跟撒旦的欺骗,会使人的心受迷惑,变得干硬,里面的光泄露为黑暗,以致对自己的观景有时候就迷糊了,糊涂了,对更高更美的事就不认识了, 因此最要紧的是,要求神示给那些死人有智慧跟骑士的灵,照明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得以真正的知道我们的上帝, 一部所说第一章第十七节,这里的光照和骑士非常重要,否则是死人没有长进,光景不对,没有改变了, 所以意思是讲,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来指示我们,来引导我们,没有圣灵,我们很难有光照着我们,就没有骑士了, 那就是神呢,就很难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不要使圣灵忧伤, OK,使圣灵忧伤,可以讲说,就没有,如果一直使圣灵忧伤,很有可能就是失去这个救恩了, 好,大家继续努力,我相信我们这一群人,大家都爱上帝,爱主耶稣, OK,跟随着主耶稣走到永恒,所以今天大家还在这个whatsapp group里面, 如果没有,好像Kelvin放在其他link里面,然后他们听也是一样的, 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们,或者在温哥华,在大概密也有其他朋友们,都有一起听的, 跟随着主耶稣经经,跟随着主耶稣,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一起, 还有你们的朋友亲戚们,所以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好,那我就从哪里开始,我就从第二开始,第一也可以,第一是在当中呢, 也有看到119,那119是什么意思呢?神刚才跟我讲,就是说, 111就是被提,11也是10加1,OK,现在顺利给我听听了,111也是10加1, 10就是完整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那1呢,就是代表正业, 9呢,就是代表9号,也是代表永恒,好,那有三条线,又看到三条线,OK, 三条线,很清楚的三条线,之前有看了一条在下面,比较低, 然后又在中间,然后现在三条都一起看到了,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圣灵给我聪明智慧,就是说,这三条线呢,就是代表777,777,就是最后的21天, 那777也是,在圣经里面,上帝常常提到3个7,3个7,之前有看到什么? 就是讲到,那个什么,Beth,还有Cuff,不是那西伯来语的,西伯字母,里面的意思,对不对? 那,也有讲到7,对不对? 那昨天前天也是,也还是讲到7,讲到7,就是昨天前天,这字是zaim, 跟另外一个是sani,OK,里面都是讲到7,这也是sani,其中一个印记呢? 那是不是讲到,启示录里面的,那个7个印不是了? 好,也是7啊,7个印,7个印,7个号角身,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OK, 接下来是什么呢? 321,OK,21天,那大家如果回去算一算,好,如果在第八那边, 我刚才有算了,然后写下来,就是12月20号,有没有看到一个圆签, 红色的圆签,里面写着20,那是差不多一年前看到的这个印象, 很清楚为什么呢?没有多少有这么大的圆签,然后里面写着20, 所以我也也记得这个印象,那就是这个月的12月的20号算起, 到正月的9号,整整21天,就是3个期,OK, 所以12月20号,20也是救恩,到正月9号,整整21天,就是3个期, 所以感谢赵妹,当时我还没有完成,只是神跟我们提前跟我们解释的, 这个三条线,好,我们已经现在在中间了,刚才圣灵也讲, 在中间,我们在中间了,那昨天还是前天,也是看到在中间,对不对? 那接下来,第二那边是这样,早上睡觉,还没有醒来之前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是在一个,人家这边叫做Family Room,就是一个客厅, 一个客厅,这也不是客厅,是给家里的人一起在网友系统一起讲话的一个地方, 当时是蛮大的一个厅,差不多我可以讲说是25尺到25尺这样,25,25, 然后非常有气愤,这样气愤,就你感觉到非常舒服,你感觉到非常快乐, 你感觉到非常喜乐,有平安,OK,当时没有注意到什么Family Room,就是椅子、桌子这些, 没有去注意到,就是神在梦中跟我们讲到,我们到星天、星地那一端, 我们过的生活,就像我的感觉里面的,在那个家庭的听里面的感觉, 那时候我看到我跟我女儿在那边,因为我一生当中, 其实我以前还没有说,这个世界就想说,如果我有一个家, 有一个屋子,一些屋子,如果能够装饰的非常舒服, 一个一家人能够舒舒服服的有多快乐, 就是我的经验了,当时很久了,我都不想他了,几十年都不想他, 那是年轻的时候想,每个年轻人都想着,有一天有自己的家, 跟自己的丈夫,跟自己的孩子们,过得非常快乐的一个家庭的生活, 当时在这个世界上很难了,当时神说, 那以后你就要到星星星际那一端,每个人都有这个福气, 那我就是感觉到,在梦中最重要是感觉到这个气氛, 在梦中里面,我这里面忘记写掉, 对对对对,忘记写,那不要紧,就是在梦中呢, 我跟女儿要写了一封信, OK,然后我记得有两段,一封信, 然后又有一张纸这样,也不像信封这样, 就是一张纸又盖着这样,就好像常常神给我看到的印象这样, 然后下面有放了一个tab,就是masking tab这样把它缝住, 在底端,OK,这封好像写了一张信这样, 然后好像又一张白纸这样, 然后下面是有一个masking tab,不是很大, 就一条长长的这样缝就爬下, 我相信是说,在底端是讲到这个地球,OK, 这个地球在东方就是讲到,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嘛, 是马来西亚比较底端的,马来西亚, 那意思是说,我们到了另一端, 我们可以写信,我们可以写信给留在这个世界的人, 那这封信呢,我跟我女儿写一封信要给我儿子的朋友, OK,儿子的朋友,我们儿子的朋友一些, 我们是认识的,邀请他们,邀请他们来, 就是希望他们也得到这个救恩, 在神的国度里面, 但是我给我的托评智慧是说, 我们在另外一端,我们也有祷告, 我们也有祝福在这边的人, 还留下来这人, 然后我们可以写信, 就从梦中里面写一封信, 然后当然要经过上帝了, 我相信会给他们做梦, 或者是看一项, 或者是会在他们心中, 会有神在跟他们讲话, OK,就是我们的愿望就会达成了, 所以大家, 我们的上帝是活的, 我们也是活的, 因为主耶稣活着, 我们才活着, 所以我们不是死的, 因为上帝是活的, 我们是活的, OK, 我们如果死的话, 就太辜负了, 我们的上帝是看不起上帝了, 对不对, 看不起主耶稣了, 所以大家, 有很多东西, 我们在另外一端都能够做的, 都能够为这边世界祷告, 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当时是很快乐, 没有辛苦的, 不像这边, 你白天要赚钱, 往上照顾家, 然后有这个那个, 时间跟神的时间, 就很难, 有好的时间, 亲近主啊, 但是呢, 毕竟大家这一大群人, 每一天都, 线上这个时间, 神是非常欣赏的, 好, 接下来我就, 我醒来了, 在醒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一项, 我认为, 我说我, 这个一项的时候, 我认为, 我是, 不是看到一项, 我认为是真的, 我在前面看到, 看到这个顶下, 就非常的欣赏, 但是后来, 发现说是一个异项, 那异项的话, 你要记得了, 不要忘记了, 怎样, 我是看到前面有三片, 这样防射, 防射光片, 防射光片, 片, 片啊, 就好像, 三张纸这样, 是防射光的, 好像, 我们东方人喜欢, 用来, 华人新年的时候, 不是有写着这个, 防射光的, 这个东西, 一片两片连接起来, 写着新年快乐, 这些, 它是连接起来三片, 然后你, 第一个字开始, 也是金色的字, 就开始看到了, global, 什么是global呢,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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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ital letter, 大写了, global就是世界, ok, 这是世界, 为什么是金色呢, 金色就是走啦, 走啦, 这是, 就是背体啦, 这是整个世界的事情, 不是我们这一句的, 不是说西方的基督徒还是东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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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那些准备好的基督徒, 圣徒们, 跟小孩子每一每一起回家啦, 所以global, 那接下来呢, 就看到, Bible, Bible, B-I-B-L-E, 就是大写的Bible, 什么是Bible呢, Bible就是圣经啊, 圣经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 就要成就啦, 圣经是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上帝所讲的话, 就要成就啦, 不要再睡觉啦, ok, 所以, 上帝的预言, 在圣经里面讲的预言, 就要成全啦, 圣经给约翰的奇事啊, 这奇事录里面就是一个奇事, 就要成全啦, 所以呢, 就讲学到Bible, 圣经, 那接下来呢, 就看到什么呢, 就看到六六四, 昨天已经有看到六六四,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啦, 六就是代表喜乐, 也是代表人类, 对不对, 六四呢, 后面那个六四, 就是十六加四就是十, 如果重复加起来, 十二加四十六, ok, 那我们前几天就十六天开始了, 对不对, 前天, 前天十六天, 那不要紧, 六四, 六四就是十啦, 十就是完整啦, 完成啦, 六就是, 一个六四, 喜乐, 一个六四是人类, ok, 一个四四就是天国, 之前谁有给我们看到意象, 四就是代表天国, 就是人类喜乐天国, 好, 六加四也是十, 十就是真的完了啦, 然后呢, 之前有看到Joy on Six, ok, 然后Six on Man, 什么是man呢, 其实不是星期一, man is a mono, mona就是一, 就是正业啦, 喜乐在正业啦, 那时候我们当然不懂啦, 一步一步来, 好, 接下来, 就看到J, 好像跟J这样, Wang一下, 然后9, 那J当然是正业, 英语是Generi就是正业, 然后9就是9号, 然后这个Wang就上去了, 变一个箭头上去了, Wang上去, 然后上去就一个Wang上去, 然后就变成直直的, 就是直直的上去, 9, ok, 就是Wang9, 转Wang9, 直直的上, 9, ok, 就是正业9号回家, 大多数的世界, 整个世界地图来看, 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在9号, 我们西方的一些地方是在8号, ok, 因为, 就是, ok, 接下来, 有看到3, 那3很容易大家都知道, 3就是星期3, 就是我们西方星期3, 刚才有讲到东方9号, 对不对, 那也想到西方是, 9号是星期4, 9号是星期4, 那星期3呢, 就是正月8号啦, 在西方, 好, 接下来, 旁边我有画两个时钟, 大家, 你看, 这个时钟啊, 圣诞节就是25, 25, 青色25是我们之前看到了, 好几次看到青色的25, 那是圣诞节啦, 我们现在知道是圣诞节, 那12月, 圣诞节西方的国家, 他们有两个颜色, 大多数是红色跟绿色, 红色跟绿色, 那20号呢, 是用红色, 圣诞, 那25号是用绿色, 绿色就是要走的, 最后的台阶啦, 那1点的单位, 是25号是星期三, 然后走走走, 走到5号, 就做第二个圆诞啦, 是在12点的单位那边, 就是星期字啦, 那星期一六号是星期一, 七一号是星期二, 八号是星期三, 九号是星期四啦, 之前有看到十周是写着华语字, 一二三就是讲到星期几, 星期几啦, 好, 我刚才二次讲的, 第七九那边, 也是之前看到的一项, 这个非常清楚, 我一直演演集的, 当时有时候就是不清楚, 为什么是指着四呢, 是指着天平, 对的, 天国, 对, 是不是四号呢, 又不是哈, 那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OK, 就在11月29号的2018, 2018年哈, 2018一年多啦, 在那个, 在等候医生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金色的时钟, 不是很大, 当时是一清二楚的哈, 然后指着四点哈, 当然啊, 对啊, 四就是天国啦, 四就是天国, 但是这个是也是刚才讲到的, 九号, 九号, 九号就是星期四, 九号就是星期四, OK, 有没有看那个时钟, 另外一个, 有一个大二十五, 是圣诞节, 那个比较大对, 比较小一个, 有没有, 八号跟九号, 八号是星期三, 九号是星期四, 好, 那接下来呢, 是什么呢, 是刚才, OK, 我在洗碗的时候, 八点零八是突然间, 我都背后那边, 有那个, 不是不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 八零八是听到, 八零八也是我, 你去他们另外一边的屋子, 听到那个电流的声音, 昨天已经给大家听到了, 是一样一样的那种声音, Electromagnetic Sound, 听到几秒钟的, 听到, 我赶紧看世界了, OK, 808, OK, 然后接下来, 我又再一次, 然后我看着那个时钟, 808, 接下来变成809, 就是那个当额, 听到, 所以我就画下来, 之后呢, 我在想说, 有没有下一个呢, 当时就多注意一点, 真的又有第三个了, 就是这个跟四很大声, 我就赶紧拿时间, 是809, 所以有808, 8就是家, 就是新的开始, OK, 8号也有9号, 然后8到9, 当然在中间那边, 有8跟9, 中间8, 就是讲8号到9号, 当然是一样的时间, 只是整个地球的, 我们好像我现在是, 现在算12点半个月, 东方已经是12点中午了, OK, 那我们刚刚进入26号, 那11那边是这样, 我再希望听到后面, 也后面有一个声音, 呃, 哦, 敲的声音, 对对对, 好像敲还是打一下的声音, 好像敲那个冰桌, 就怎么这样, 这个声音很大声的, 所以是8点10分, 那8跟10, 是之前一直看到的, 80就是完了, 家, OK, 8就是新的开始, 10就是完整, 或者是, 以色列人是, 以色列是10月, 10月, 可以讲完整了, 回家, 好, 那接下来又听到两声, OK, 两声比较小声, 是8点11, OK, 11就代表背题, 8就到家, 回家,